白色蛟龙巨尾一百 轻易便将一道道雪色刀芒击碎 口中还不时喷出漫田的银芒 和黑衣男子斗得极是极烈 一时竟不分上下的样子 一旁的黑黄仙子则半旋空中 秀发四散飞舞 双手在胸前虚为一个圆 中间漂浮着一个斗大的西黑火球 随着其口中念念有词 黑暗中不时飞出一条条 灵性十足的火蛇 火鸟等黑色火焰灵兽 绿山女子手中则挥舞着一柄 担子罗扇 一张一盒之间喷出了一片片紫色云霞 可攻可守和黑凤仙子争斗在了一处 不过两人明显都没有使出全力 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一样 正在此时 黑衣男子手中雪色长刀 突然光芒一剩 无数的雪色刀芒狂斩而出 和蛟龙喷出的银芒碰撞在了一起 双双消散开来 其身形则趁此机会往后一跃地后退了几步 欧阳道友 天门大会这才刚刚开始 你我双方也不必为了这几株凝雪灵芝 都可你死我活 不如就此把手 平分这些灵芝如何 黑衣男子手中长刀一抖 雪盲顿时收敛了下去 同时口中淡淡地说道 欧阳倩目光一闪 欲止一点 白色蛟龙也停止了攻势 在略以沉吟后 才轻哼了一声地点了一下头 哼 如此也好 现在就逗个你死我活 的确只会便宜了其他人 这两人把手 黑凤仙子和绿山女子 也似乎很有默契地一同停手 并收起了灵器 他们这些人能够参加天门会 除了是各宗的出色弟子 致力高身外 心醒心机也都是一等一的 知道如何为宗门 以及自己获取最大利益 接下来 他们随后稍作商议了一下后 由黑凤仙子和绿山女子 各自采摘了几枚灵芝 在彼此戒备的目光之中 四人很快地拉开了距离 纷纷转身朝不同方向 飞驰离开了 一处黄沙万里的沙漠之中 龙岩飞正手持一柄 水蓝色细长的飞舰 武的仿如一条灵舍一般 这和一头坐有十余战大雪的化形机 黄色沙虫激斗着 相比沙虫下山般的庞大身躯 龙岩飞自然显得渺小至极 但由于身形如垫 沙虫喷吐的沙物 不仅无法触及其分好 还被其时不时的一道见光击中 不多时便已遍体鳞伤 轰得一声嘶吼 沙虫突然暴怒的一声大吼 锯口一张 踢表慌忙一闪 龙岩飞四周不远处 突然飞撤起七八道盘旋而起的沙龙 并瞬间连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沙物 将此女硬生生的困在了半空中 龙岩飞的眼中寒忙一闪 手臂一挥 水蓝色的飞剑蓝芒涂胜 剑身瞬间胀大了十倍 并卷起层层见光的 将其身形包裹其中 再化为一条树丈长的蓝色惊红 激射而出 直接冲进了沙物当中 扑扑几声团来 雪光一闪 沙虫的身体骤然被从沙木之中洞穿而出 蓝红一绕数圈的绞成了树段 轰然落在了地上 蓝色剑光在空中一个盘旋后 就重新露出了 手持蓝色零件的龙岩飞的身形 只是其脸色略微有些苍白 显然先前的身剑合一之数 让其也消耗了一些元气 不过当此女单手一招 将沙虫金河从实体之中捏曲而出 再以低手 看到手腕之上的气韵之锁 微微亮了一下后 原本清冷的玉蓉上 登记露出了一丝喜色 并一舵足地飘然而去 一处两座小山间的清澈的溪流旁 一名角色女子正笑颜颜地照着水面 细细梳理着银色长发 绣发 显得十分的悠闲 另一名相貌奇特的紫发男子 则站在不远处的一块巨石上 双臂抱在胸前 正在闭目凝神 而在具两人数十丈开外的草丛中 却横七竖八地 导致十余头猿猴的妖兽 早已经生息全无 然而细看之下 全身上下却似乎一点伤势也没有 两久之后 银发女子总算将一头银发盘了起来 而紫发男子也似乎有默契地睁开了双眼 两人并未多言一句 而是忽望一言后 便十分有默契地腾空而起 朝远处击射而去 秘境中 某片打草丛生的空旷树林中 中间是一个石渔战大雪的池塘 不远处 一名穿着腐素的天空宗男子 正小心地向石塘边缘潜行而行 但见清澈的池水中央 一株晶莹的蓝色雪莲 正静静地长在那里 在微风的吹拂下 泛着淡淡的金光 这名天空宗的弟子长得方方正正 手中拿着一把黄色短刃 虽然满脸的小心表情 但随着离池塘越来越近 目中火热之色 却越发浓郁了几分 当他来到池塘一边 距离那雪莲仅有几丈距离之时 却停了下来 四下打量了一番 在略微一沉引后 突然弯腰捡起了脚边的一块碎石 朝池塘中一泡而出 随后身形一晃 藏匿到了旁边的一块巨石后 普通一声 碎石落入了池塘的瞬间 瞬间荡起了一圈圈淡淡的涟漪 结果仅仅片刻功夫 看似平静的水面 咕咚几声闷响船来 突然冒起一连串的水泡 水面剧烈的翻涌起来 剪接着一个个水桶般粗壮 类似于八爪鱼般的 带有吸盘的血色触手 从池水之中冲了出来 一分张牙舞爪 仿佛在寻找猎物一般 足足一展插的功夫后 这些血淋淋的触手 才纷纷没入水中 不见了踪影 石塘再度恢复了瓶颈 池水也恢复了清澈的模样 这八足血兽 果然不一般呢 幸好早就知道 此兽会在这清水雪莲周围出没 不然恐怕 刚进入这秘境 就要损失些气韵了 天宫宗弟子 从巨石后面走了出来 心中暗暗的庆幸道 他当即一掐发掘 身体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黄色气眼 接着猛的一挥手中短刃 一道上许长的刺目慌芒一闪而出 紧贴于水面积涉而去 嗖的一声轻响传来 那株蓝色雪莲瞬间被切断 慌芒接住了蓝色莲花 倒卷电射而回 天宫宗弟子一把抓住 想也不想的利空腾身而起 化为一道狂光 转身朝着远处急驰而逃 然而他刚刚飞开 石堂瞬间掀起了冲天的水浪 树杖上的雪红触手破水而出 鞭子一般抽在了天宫宗弟子 原先站立的地方 轰的一声巨响 被击中的地面立刻归裂开来 无数的乱石尘土似箭飞射 水池深处传出了八族雪兽愤怒的低吼声 天宫宗弟子飞在半空 略一回头 见此清醒 顿时后怕不已 看八族雪兽这威士 就是化精后期的修士 被一下缠住 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唉 还好 八族雪兽是水生妖兽 轻易不会离开水中的 天宫宗弟子 喘呼了一口气 转身而去 一直飞到树石里 才落在了地上 他将这朵蓝色雪莲放在眼前 仔细打量一番后 才大笑一声 将此物收入储物符当中 就在此时 一个影子从其身后一闪而过 天宫宗弟子豁然转身 身后却是空空如也 难道 我看错了 天宫宗弟子眉头一皱 当他再次转过头来之时 一名长相俊巧 文质彬彬的书生打扮之人 却鬼魅般的 出现在其身前数丈之处 正一脸笑意地望着他 原来是浩然书院的兄台 在下天宫宗 无超 幸会 天宫宗弟子眼中闪过一丝惊骇 表面却故作镇定的一抱拳 同时秀忠瞬间扣住了短刃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 留下你身上的厨服 贡献出一万的契养 或许我还会放你一马的 白袍书生声音低沉 面有表现的冷冷说道 哼 这个在下 属难从命了 无超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 却手中短刃 转得更紧了一些 白袍书生文言目光一冷 踢表泛起一层白白的烟雾 身形逐渐地模糊起来 下一刻 一道白色人影 驯若闪电般 一闪之下 便出现在了无超的面前 手掌一探而出 从中击射出一股乳白色气劲 朝着无超的手腕上的 气韵之锁 以抓而去 这白色气劲 绵若云霞 速度却惊人之急 一个卷动下 赫然就到了手腕处 然而无超反应也是极快 手中短刃猛的一挥 一道弯月形的黄色刀芒 击射而出 在虚空之中 都留下了一道痕迹 迎现了白色气劲 砰的一声闷响 黄色刀芒与白色气劲 迎头一击后 竟然在空中僵持不下起来 雕虫小技 白袍青年呲笑一声 身体一转的 抬起了另一只手臂 右朝前拍出了一掌 另一道白色气劲 一闪即逝的 没入了前一道的气劲当中 两道气劲会合之下 竟汇聚成了一个 战许大小的白色剧长 轻轻一握 便将弯月刀芒 掐得粉碎 继续朝无超屋 一拍而去 无超脸色一变 如此近的距离根本无法避让 只能突然一张口 喷出一颗绿色的圆球 一转后 就在歌崩声中 画了一只绿木龟 表面灵魂一闪 一层绿色光幕挡在了身前 轰的一声 绿色光芒被剧长一击而中 书箭碎裂而开 而淡绿色木龟一颤之下 表面赫然浮现出几道裂纹 无超只觉得一股距离 隔空狂有而至 身形不由自主的盗势而出 连人带归的 重重撞在了百余杖之外的一棵大树之上 这棵树人荷包的大树 喷得一声 被声声震断 无超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手腕上的惊颜欲锁 也一声脆响的碎裂而开 一缕缕灰色雾气一卷而出 融入了白袍青年手中的寓所之中 白袍青年哈哈大笑道 同时身形一晃之后 又再次出现在了无超的身前 呵呵呵 在下的气韵已经被你夺去一半 你还想怎么样 无超面容苍白干渴了几声 惊怒起身的说道 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交出你身上的储物服 白袍青年一抬手 一只白色巨掌再次一凝聚而成 将这名天公宗弟子笼罩旗下 并阴沉的说道 无超脸色连变树下 只能在一咬牙后 翻手取出了腰间的储物袋 并扔了出去 白色巨掌发出一股犀利 将储物服吸收了进去 好了 你说的我都做了 现在可以离开了吧 无超盯着白袍青年 冷冷问了一句 离开 白袍青年文言 眼中透出了一丝绩效之色 未等无超再次开后 巨掌虚影如同一座小山般 以压而下 轰的一声巨响 和一声淒厉惨叫后 便再无声响发出了 片刻之后 白袍青年将尸体上所有的东西刮搜了一遍 并清点了一番收起后 再看了看尸体的 自语了两句 亏的天宫宗 是上次天门会排名第一的宗派 太书的弟子 竟然只有这点本事 看来此前 我倒是想的太多了 不过 好在这朵清水雪帘 总算是到手了 也不枉我 白忙碌一场 说完之后 白袍青年单手一抓 一道土黄色光芒 击世而出 落在地上 红的一阵巨响 附近地面突然裂开了一道 两丈长的口子 弥沙翻滚下 顷刻间便将尸体吞没了下去 听门四大太宗中 浩然书院以正道仁义 作为利教之本 门下弟子 哥哥刻己修心 却没有想到 今日得见浩然书院之人 竟都是伪君子 就在此时 白袍青年耳边 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同时一股强大的妖气 在四周的虚空当中弥漫着 什么人在此鬼鬼祟祟的 白袍青年面色一变 脸妈放出神识 想要探查周围的情况 正在此时 他耳中突然传来煎鸣之声 接着背后一凉 胸膛中跳动的心脏 便被什么东西一掏而出 白袍青年大叫一声 眼前一黑 身躯当即从半空中跌落而下 并在落地的一瞬间 吞了一下 浑身被滚滚吃咽 包裹得化为了灰烬 连里面的一团惊魂 都片刻间灰风湮灭 只剩下精灵的气韵之锁 和一枚除戒指 留在原地 这时白袍青年身后 波动一起 灰蒙蒙的腰气一卷后 一道人影 手捧一颗蠕动的心脏 闪现而出 这人影身穿紧袍 看似年纪不大 长着一副俊俏的脸庞 双耳狭长 这是数十年前 碧穷幻宫当中 与柳明和欧阳倩 一同逃亡至最后的 那名妖族少年 薛盘 妖族少年随手将手中心脏 一掐而碎 一抬手 弹出了一道黑色指锋 将地上的气韵锁 碰底声 击碎而开 当即一小团气韵之力 一卷而开 并纷纷没入 薛盘手腕上的白锁中 薛盘看了看 自己气韵锁上 闪动的淡淡光芒后 脸上露出一丝 满意的表情 再将地上储物戒指 一把捏过来 取在了手中 并立刻的一催法掘 破空的远去了 一座左右 数十丈深的峡谷当中 一朵黑云正贴着地面 缓缓的遁形着 黑云之上 一名青袍青年迎风而立 就是柳明 进入秘境的头几天中 柳明并没有马上离开附近区域 而通过击杀许多低阶妖兽 吸取了一些气韵 感谢收听 摩天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